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張Transport and Life的頻道 今天是這張 今天講一個主題就是Transport and Life Transport and Life當然是講交通之餘 亦都會講一些生活的事情 我知道屯門區將會有大型屋苑入火 我來到這裏就是將會入火的火村 就是清田村 清田村就是這裏 清田村旁邊還有一個私人新鴻基樓 還有新鴻基樓 相信這一帶是我們所說的五十四區之一 這裏是五十四區之一 我也知道城巴將會投到這裏的線 出一些香港不同的國區 我們都很滿心期望這件事 我們除了在這裏見到一個屋村之外 我們看到這裏附近 那裏遠一點 在我手指的左邊這邊 在我手指的這邊 我們看到有一個類似的巴士坑 還有幾條坑 我相信這裏應該是來近 那裏應該是其中一些中轉站 或是中途站的巴士站 方便他們可以在那裏下車 我們現在事不宜齊 我們一路都會遠路看一看前瞻一下 這個五十四區 到底發展的潛力高不高 好 那來到這裏就是五十四區另一個村 就是和田村 和田村這裏 剛才我視察過裏面 我發現這裏除了一個迴旋巴士總站 這裏有一個巴士站 其實裏面應該是不能入到 但是不能入到一些巴士站 我還以為裏面應該有一個公共巴士交會處 這些東西 現在很流行的 不過看不到有 只是可能未建好 我真的不知道 但你看到龍運已經插定期等著你 插定期了 我們可以欣賞一下A34 我們已經可以和大家見面了 亦都會見到 其實在這裏五十四區之外 五十四區之外 同一時間我們亦都會見到 新鴻基也有幾棟樓外 大家都知道 新鴻基和九巴幾密切的關係的時候 會不會新鴻基在這裏開村巴來還擊呢 這件事很難想 如果新鴻基開村巴來還擊 他會和九巴做轉乘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番大戰呢 那成巴到底 如果我們剛才觀察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那些五十四區的線 其實是由青田那裏開出 然後繞一繞和田 然後會怎樣走呢 大家最希望眾望所歸 當然是走到寶田和糧田走 對不對 但事實上能否做到呢 九巴能否讓他進入寶田和糧田地帶呢 真的拭目以待了 這件事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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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